美国发出禁令后 华为受到全球各大科技公司或机构频频发起的冲击 继Google、ARM、WiFi联盟、高通等 先后做出了中断与华为合作的决定后 香港今天又爆出华为手机更新系统后 无法启动、出现大规模死机的问题 网上更传闻 华为想召回海外所有精英员工 但这些精英宁愿辞职也不愿回国 针对川普政府颁发的禁令 华为已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 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新生社区 公布了首席法务官宋柳平27日的相关声明全文 称华为已提起诉讼 并于当地时间28日提出检疫判决动议 要求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 声明称 该禁令是典型的剥夺公权法案 违反了正当城市 直接判定华为有罪 对华为施加了大量限制措施 是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 是美国宪法明确禁止的 声明希望美国法院能和处理以前的 剥夺公权条款和违反正当城市案件一样 宣布华为禁令违宪并禁止执行 这一声明也发表在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 观察者网称 之前在深圳华为总部举行的外媒记者会上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就宣布华为起诉美国政府 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华为法律是否符合美国宪法规定发出挑战 华为还首次公开指责美国入侵自己的服务器 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分析称 在受到攻击6个月后 华为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 另一方面 被取代Google开发的Android作业系统OS 传出华为自家研发的华为鸿蒙 最快在今年秋天上市 据鸿蒙之后 观察者5月28日上网查询欧盟知识产权局网站发现 华为于5月24日提交了多项商标注册申请 包括ARC、华为ARCOS、ARCOS、华为ARCCompiler 及华为ARC分别可执意为方舟、华为方舟操作系统、方舟操作系统、 华为方舟编译器和华为方舟 提交给欧盟知识产权局的申请文件显示 商述5个商标的用途 均包含编译器软件和电子设备的操作系统 与此同时 美国《华尔街日报》28日发表长篇报道 指华为发展历程中 卷入美国多宗知识产权争端 涉及斯科、摩托罗拉等致命公司 部分更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有关 报道指华为5G技术的基础 相信是来自英美合资的一家网络天线开发商 据报该公司2009年曾向华为展示相关技术寻求合作 双方最终没谈成 但一个月后 华为就将技术申请成自己专利 华为西欧业务部的副总裁沃克听斯 日前也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华为已开始自行研发作业系统 也在中国的几个地区完成了测试 预计很快就能推出 《金融时报》则透露 华为操作系统的研发至少已有7年之久 早在美国封杀华为之前 华为消费者业务总裁于成东就曾经对外表示 万一华为无法再使用Windows或Android系统 将采取B计划 推出自家研发的作业系统 当时他表示 这个系统最快在2019年秋季就会推出 最慢也会在2020年春季推出 可据《苹果日报》今天的报道 华为手机推出最新的系统更新后 出现问题导致大批香港用户手机 在更新后出现无法启动的问题 大批华为用户都需要带同手机 到华为位于望角的客户服务中心检查手机 《苹果日报》报道指 据了解 系统更新后的死机问题 并不局限指定装置 由Mate 9、Mate 10不同世代的装置都出现同样问题 手机在更新后只是停留在系统更新的画面中 用户表示 目前职员已无法解释手机出现的问题 报道还指出 华为的客户服务中心表示 暂时的解决方法就是将手机重置 回复出厂设定 但这样手机内的所有资料都会因重置而被删除 而客户中心职员也未交代故障原因 全球多家软硬体企业暂停对华为供货 多个国际标准制定协会也将华为踢出会员 目前封杀华为的厂商不断增加 手机晶片龙头 美国高通公司也证实已全面停止出货给华为 而在全球各地 也传出了抛售华为手机的风潮 美国彭博社报道 根据英国旧换新和价格追踪公司的报告指出 消费者交易的二手机数量激增 而购买者的兴趣消退 台湾媒体报道 今年4月底才刚在台湾上市的 华为全新旗舰手机P3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现抛售潮 商家几乎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赔钱出清 二手机市场更惨 美国之音引述富邦研究和战略分析公司的数据 美国的禁令若持续下去 华为手机今年出货量的减少幅度将在4%至24%之间 5月29日 一封署名为马省理工学院教授 Aden Modiano电邮的部分内容在网上曝光 电邮中表示 根据总部位在纽约的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日前下发的通知 协会期刊的编辑及审稿人不得有与华为有关的人员担任 如果有华为人员已担任这些职务 则需找他人替代 此外 该协会会员曝光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 更为详细地展示了该协会因应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所做出的声明内容 该协会FAQ文档第12项明确表示 我们不能使用华为员工作为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的审稿人或编辑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影响 据公开的资讯 华为多年来一直与该协会进行合作 除了一直有华为员工担任协会的学术职务外 双方也持续进行他方面的合作 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 是全球电子电器电脑通信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领域中 规模最大的非盈利性跨国学术组织 在150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分会 有35个专业学会及两个联合会 并且制定了当今超过900个工业标准 有舆论称 现在该协会禁止华为员工担任学会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 标志着 由美国政府禁令引起的与华为公司的切割潮 正从技术与软硬件领域蔓延到学术领域 5月20日 华为宣布在美国的57家工厂全部撤离 华为在海外的多家公司也被撤回中国 根据华为公布的数据 华为用户中46%都是海外用户 这几年华为把公司和工厂开到了海外 并派出去了不少精英员工 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刊文称 如今华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任正非除了撤回海外工厂 公司 还想将海外4万名精英员工全部召回 但遭到员工拒绝 甚至宁愿辞职也不回国 文章称 任正非对此也是非常无奈 这些员工都是华为的精英 掌握了非常多的技术和经验知识 他们在海外发展多年 许多人已经在海外安家 现在他们不愿回国与华为共患难 就在几天前 面对华为被美国封杀陷入困境 任正非在接受中共央视采访时 还嘴硬说 什么都没有了 只要我的人还在 华为就不会死 他还表示 一位员工做了2万枚不死的华为奖章 外界认为 任正非这番表态 疑似鼓励华为员工去做赶死队 与华为捆绑在一起 防止华为精英看似不妙纷纷跳槽 如今 华为在海外的4万精英员工拒绝回国 可真是点中了任正非的死穴 人可真成了毒狼 有分析称 这些华为精英之所以在此时要脱离华为 是对华为失去信心的表现 这也透露出 美国禁令对华为的杀伤力 可能超出外界想象 海外员工要与华为分割 中国境内的华为员工也人心惶惶 担心的是被裁员 任正非5月21日在华为深圳总部的记者会上 也证实会从18万名员工中采取一部分以应对外界因素影响 显然 华为在目前的困境之中 只想留住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精英员工 并牺牲一些他觉得不再需要的人 华为前员工李赫曾揭示华为对员工的冷酷 他说 华为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组织 不跟你谈梦想 华为被指具有中共军方和国安背景 是中共对内监控民众 对外实施网络科技渗透 监控国际社会 窃取情报的爪牙 美国议员曾披露 华为是披着电信私奇外衣的中共间谍机构 时事评论人士夏小强在《大纪元传》文称 华为目前正在被国际社会全面封杀 抢导众人推 华为很可能走向最后的倒闭 而任正非在失去中共对其的利用价值之后 也很可能成为弃子 被中共抛弃 欧洲希望之声王洁宇综合报道